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下 一个有关于文字辨识的演算法 这个叫CRNN 再加上CTC 这个事实上是目前最主流的OCR的架构 它基本上是把CNN跟RNN两种架构结合起来 我们可以想象成 在CNN的特长是从二维的图形中抓住特征 然后根据这些特征做分类的动作 这个如果以文字辨认而言 它基本上就可以抓出字的笔画 然后预测 比如说它一横还是一束还是一点 根据这些特征来预测说 我们现在看到的图形里面有什么字在里面 最经典的RNNN事实上就是用来辨识手写的数字 这个任务而言对CNNN来讲 可以很容易也就达到几乎百分之百的准确率 那就算我们用来辨识手写的中文字 因为它的字数比较多 而且笔画也复杂的很多 通常要达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正确率 其实也不是什么太困难的事情 但是呢 这个做法有一个缺点 就是我们可以看下面这个图 就是我们要能够把这个一个图片 未进CNNN之前呢 我们不能把考试两个字一次全部未进去 这分类器没有办法预测考试这两个字出来 因为分类器它就是看这个图片 然后去决定说这个图片上面呢 最像什么字 所以你一次只能放一个字进去而已 否则的话它分类器的类别 就会非常非常的多 好那我们今天呢 我们今天呢 如果把这个字 如果事先就已经先把它分割好了 考试两个字 那我把考未进这个东西里面 然后透过分类器它就可以预测出来 好这个是考这个字 那是同样的也放进去 还可以出来同样这个字 好那用这样的方法呢 其实我们就可以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 中文字辨识的这种 这种 这种这种演示法出来 但是这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基本上 要把字分割成这样一个字一个字呢 其实比这个分类来讲啊 事实上是个困难得多的问题 好那这个是 这话怎么讲呢 因为我们的字 不一定同样大小 或可能考比较大字 是比较小 好也就是说 我们会有各式各样不同大小的字 好那这些不同大小的字呢 我们要怎么判断它到底 是一个图形还是 是一个字还是两个字呢 好比如说 决例的讲 像这边的话 我一个言一个试呢 我可以把它当两个字 拆开来 好 但是我也可以把它当一个试 就是考试的试 好这两个基本上都是都是合理的 好 但是呢 同样的如果我是一个言一个中 我如果把它当一个字 好那显然这是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字的 好所以呢我到底要怎么判断它是一个字还是两个字呢 这个纯粹用图形的方法其实是很难判断的 好当然我们可以说 这两个够接近我就把它当一个字 但是什么叫做够接近 这就是一个 也是一个另外一个问题 好 那这个 这个对印刷体也许是还好 因为印刷体它的字的宽度 好事实上是固定的 所以我们还相对比较容易来判断 它到底是一个字还是两字 当然如果是手写的话那就不一定了 我们有可能把言写的比较大 把试写的比较小 好那我到底是要把它当一个字还是两个字 所以最好不要去做断字的工作 因为你断错的话 它错误率是很高的 举例讲 假设你后面这个 这个东西你把它断错字的话 那实际上我们是没这个字的 那这个时候呢 分类器会做什么事情呢 它就会去找一个最 所以看起来跟它最近的字 就说这就是它了 好所以 你字断错了 好那 嫌你后面辨识就不可能是正确的 所以 在 这个 CRNN加CDC的这个 这个演算法里面呢 基本上它就是不断字 那不断字怎么 怎么去怎么去输入字形呢 要 因为不断 那就是说事实上断字的问题就是在于说 我们断的时候呢 因为同样这个东西呢 我有可能 产生一个字 我有可能产生两个字 好 那这种方法呢 对于一般这种用分类器的话 它基本上是很难做到的 它没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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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它输出只有 只有一个输出而已 那不可能有好多个输出出来 所以我们就要去找出一种 一种网路的结构呢 它事实上我可以给 输入的数量跟输出的数量是不一样的 那这个是什么东西呢 这其实就是RNN RNN在一般人的印象中 就是拿来做翻译用的 或是用来做机器人里面的这种 这种对话用的 那以翻译来讲的话 它就是输入一个中文 然后输出一个中文 那同一句话的中文跟英文 当然是字数是不一样的 那 我们可以输入中文的图片 然后输出中文字出来嘛 就是把图片直接喂给RNN 然后叫它输出中文字圆嘛 这个基本上应该是说是可以的 但是呢 这个效果应该是不会太好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 今天我们要做一个文字辨识的时候呢 其实 它是一种 二维的图形 一个字 事实上是一个二维的图形 但是RNN 事实上它的 专场在处理 Sequence to Sequence 的这种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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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 也就是说 我输出一个序列的资料 然后它输出一个 一个序列的资料 比如说输出中文 输入中文 然后输出英文 像这种 它是比较擅长的 但是你要去 叫它做图形辨识的话 它就比较 做的就比较不好 好 那我们就来看看说说 这个整个架构长什么样子 我们可以看 假设我输入的是 考试这个字的话 那我就把整个图片 分成一小块 一小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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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用去管 我不用去管说 这每一小块里面 到底有没有 含一个完整的字在里面 反正我就按照固定的 大小去切成一小块 一小块 然后把这每一块的图形 位入CNN里面 那CNN 最后 不管它CNN 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构 最后它就会产生一个 特征向量 这个特征向量 基本上代表的就是 所有我们在这一块里面 我找到的特征的字 好 比如说 在这一块里面 我就可能我看到 我就会找到 好几个 一横一横一横的字 在这个特征向量里面 好 那接下来 我就把这个特征向量呢 好 接近一个RNN里面去 我把它当作一块的特征向量 这一块特征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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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块一块位进RNN里面去 好 也就是我把一个图形的特征向量 当作是一个输入给RNN 我希望它输出的就是 这个图形所代表的字 出来 好 那所以 所以 以这边来讲 它的结果就会去 我这边 就每一块进去了以后 这个 事实上这些东西 一块一块 那个 那个 味精的这个 那个 RNN里面 好 那每一块进去 它可能就会有个输出来 也就是说 我这边看 它就是考考考 是 是 所以就会变这样的结果 最后我们把它重复的拿掉 就剩下考试两个字 好 这就是我们要的结果 好 好 所以 我们可以想象中 我们每一小块 我喂进去的时候呢 你说 我要从这一小块 这三盒里面 我就说这个字是一个烤 好 甚至不要说是旁边的 你拿中间这边 你去问它 去问 说这是不是一个烤 这其实都是一个蛮困难的问题 但是我们如果把 这五块全部合起来 一次去看说它是不是烤 这就很容易判断 好 所以这就是RNN的 的一个效果 RNN它实际上是可以 记住之前的特征箱量里面的 的一些特征 然后呢 再根据后面的特征箱进来 跟中和前面的好几块的这个特征 一起去做一个判断 这就是RNN它擅长的地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块一块进来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就是一个烤这个字 但是呢 这边还有个问题 我们刚才讲到说 我们这边的烤烤烤烤烤烤 是是是是 好 那 然后最后出来我们把重复了拿掉 这边考试两个字 那万一我这边输入是烤烤烤烤 那怎么办呢 好 因为照照原来这个规则 我们还是切成一片一片 它进来就会烤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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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是是是 好 那前面 前面连续的这个八个烤呢 我就会因为它重复我就会把它 它去移除掉 所以最后 烤烤烤烤出来 变成只有我就变成烤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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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像這個樣子,考考考考X,考考考考X,四四四 好,那我們還是用原來的規則,重複的拿掉,重複的拿掉 然後最後再把X也拿掉,所以就變成考考4這樣子 所以這個其實就叫CD,CTC 好,所以這就是整個,就是說我們 我們這個CRNN加CDC的一個結構 就利用這樣的一個結構呢,去做文字辨識的部分 那這樣一個最大一個好處就是我們不用,不再需要去做斷字的動作了 那至於斷字會斷在什麼地方呢,這個基本上就是有訓練的資料來決定 所以我們會從訓練資料集裡面的各式各樣的情況呢,我們決定一個最好的斷字的方法出來 好,所以這個其實也符合就是很多現在這種 這種使用這個Deep Learning去做這種辨識的一個方法 就是我們不要用人工的方法去做判斷,而是 直接我們使用資料驅動的方法去 從資料裡面去歸納出一些規則出來 好,然後來做判斷 所以只要我們資料收集的夠多的話,這判斷的規則就會遠遠比使用人工的方法去做出來的規則來的好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看CRNN的這個 城市大概長的什麼樣子 它其實長的大概就是像這個樣子 好,那 那 我們這邊,CRNN這邊,它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就是 它所有的輸入呢,它都規定它事實上高度就是32個點 那32個點是什麼意思呢,就是 因為 這種文字辨識的時候,它 預期你送去你的圖片裡面,事實上是一行文字 也就是說 我 我基本 基本上呢,我事實上是要把這個文字呢 把它 切成一塊一塊的 就是說 每一塊的文字裡面呢,它事實上只有一個字的高度 那所以呢 所以它 輸入32點,然後它慢慢的隨著 它的歇人的眼鏡呢,它會 越來越來越小 32變16,16變8,8變4 4變2,然後最後變1個點 然後這中間當然就是用一些 Messpooling啊 這些方法 讓它 讓它慢慢的縮小下來 好 所以最後我們可以 預見呢 最後我的輸出呢,事實上就是這樣一行而已 這一行呢,裡面事實上這個 高度就是1 也就是說它事實上是只有一個 一個資料點在這裡面 好,那 它的寬度呢 那其實還是W 這個W其實已經是 可能會除以 已經是原始的高度在 可能除以4或除以16 是要根據你吸引橫的結構而定 但基本上它 高度就剩下1 好,那高度剩下1了以後呢,接下來我們就把 每一個點 這是我們記得,這就是我們每個字的那個那個紅框的一個片段 就是如果以這個圖來看的話 它就是 一個紅框 這就是一個點 好,一個紅框 它就是一個點 好,那 所以 剛才那個紅框呢 到這邊來就變成這邊的一個點 好,所以就一個紅框 兩個紅框 三個紅框 四個紅框 五個紅框 到最後 到最後 這就是你整個寬度 好 那所以我們要位進去RN 位進去RNN RN這邊我們用的是 BLSTN 這個,就是雙向的 只有這種 這種RNN 那 那以 每一次我位進去呢 事實上就是一個紅框裡面的資料 也就是我們看 就是這樣 好,內容出來特寸圖有512個 好,我們所以就把 同一個紅框裡面所有的特寸圖 的所有這些字呢 變成是一個特寸項量 好,那我就把這些特寸項一個一個的位進去 那個這種 這種 這種 BLSTN的這個結構裡面 然後它就會 產生一些輸出 我們再把這些輸出呢 位進分類器裡面 去做 去做支援分類的動作 所以這個 基本上 就是 就是 它的 它的結構 好,所以在這邊 我們先這邊產生RNN的層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在這邊再插 插上兩個RNN的層進去 好,這RNN層 輸出是512,這512就 代表就是這邊的特寸項量的長度 就是512 好,那 它的輸出是256 那其實這也是512啦 因為這是個雙項的 所以這要乘以2 好,所以等於 這也是512 好,那這邊我就這樣 堆疊兩層 這512嘛 所以這512 然後 這邊出了256 這也是512 好,所以 意思說它是512進512出的 的一個結構 好,那 透過了這些RNN層了以後呢 我們基本上 再把 透過最後一個分類的層 把它變成 就是我們這邊 有幾個字的話 我們這邊就分成幾個 不同的類別 比如說以 常用字的話 這可能就是5000多個 不同的類別 好 所以這樣的方法 就是不是很自然的 就組合了 CNN跟RNN在裡面 好,這實際上是一個 蠻優雅的設計 所以一般來講的話 直接優雅的設計 通常代表就是對的 好,所以 事實上這個 做法效果非常好 這是目前 大部分的OCR 都是這樣做的 那當然這個 不同的做 不同的做法裡面 它實際上可能會有 有 有不同的結構在裡面 比如說 前面的CNN 可以 利用 各式各樣的 不同的CNN 那 它可能是一個 VGG16 那它也可能是 DanceNet 也可能任何的 CNN都可以 那後面是RNN 我也可以用任何的RNN來做 甚至我可以把它換成 Self-Attention 或Transformer 這些元件 來做 同樣的事情 都是可以的 甚至 在有一些人裡面 他事實上 把 RNN直接拿掉 直接 未進分類器 其實這 也不是不可以的 雖然效果會差一點 但是 少了這個RNN層以後呢 基本上 它的 速度 跟它佔的 妹妹會小非常的多 那我們 這邊 就把它 組合起來 就像這樣 我們先 先透過CNNN層 出來變一個特徵向量 變成是一個 這個 這個 512個 channel的 然後 W除以16的 然後 高度是1的 一個特徵向量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1拿掉 所以它就是 W除以16的 這個 這個東西 然後呢 然後 然後 基本上 接下來呢 我們就把它 我們就把它 它那個 變成就是說 我把512乘 W的 這個東西 然後最後把它反過來 W 512 因為我們 每一次要送 512的 的 的資料進去 RNN 所以我們把這個放在最後面 最裡面這一位 接下來我就把它 微進RNN裡面出來 它就變成 512的向量 然後最後把它 最後把它 味道一個分類型 就是做分類動作 好 所以 所以呢 所以呢 所以接下來我就 利用 用這樣一個網路結構 然後我自己 訓練一個 其他模型 來試試看效果 好不好 好 那這 我們一開始先用兩個 這個繁體中文的自行檔 來做訓練 這種 比較小的資料 也可以讓我在一天之內 就訓練出一個 可用的模型出來 好 那所以 在一個i7加上1070的顯卡上面的話 一個APOC大概需要40分鐘 那所以 60個APOC大概就是 兩天半的 一天半的時間 好 那我們來看看效果怎麼樣 好 我們訓練出來一個 這個模型 我們記得就是我們訓練的時候其實是用2Type 自行訓練的 但是我們是讓 我測試的時候我丟了一個手寫的 這個圖片進去 好 我們來看看它訓練的過程中 這個 每一個不同APOC的輸出呢 它對這個 圖片的訓練的結果 你看 在剛開始的時候當然是什麼都看不到 但是在第三代的時候它輸出了一個四個字的東西 雖然這個四個字跟 原來這四個字差非常多 但是事實上至少看到四個字了 但是 接下來呢 就整個就失控了 你看這些東西 完完全一點關係都沒有 到第八代的時候又回到四個字 然後 但是接下來 噗噗噗噗噗噗噗 這些 這些 不曉得為什麼跑出這些字出來 好 你看這裡面 又如啊 又妙啊 有邪啊 有空啊 有事啊 欸 感覺上好像 它的念經了 但是呢 那 一直說一直說 到第十八代的時候再回神 欸又四個字出來了 而且呢 對了一個字 這個收對了 而且這個 毛看起來跟王 其實有一點點像 中間是兩隻 不知道 那我們接下來就繼續往下訓練 這個事實上 因為到這邊的話 其實它的Loss已經比較低了 所以現在後面這邊的話 它其實 它會維持在四個字上面 至少四個字這邊是對的 而且 你看看 它的對的字越來越多 而且 即使不對 它的字也越來越像 到最後的時候呢 到第31代的時候 基本上 對了三個字 後面三個字都對 第一個字呢 也幾乎對了 因為 王變成三 中間只是少了一話而已 所以 那當然 當然就說 再繼續往下訓練呢 這個可能 王對了 但是第二個字又錯了 這個基本上呢 因為 事實上它不是 不太可能百分之百對的 因為事實上我是用 印刷體去訓練的 那 就要就是手寫字型 基本上呢 大概有個六七成 事實上就 算是不錯的 的 正確率的 所以接下來要做的事情是 拿真正的手寫字型去 訓練這個模型 看看能不能 使得效果更好 那我們今天就介紹到這裡 對 對 對 谢谢观看